大家好 这里是一球技术成名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成名之路第53期 这期呢我们回到了第1 然后阵容呢就不就不换了 还是用这套英超的阵容 随便提一提 前面是约维迪提和巴尔特利 然后前面用的是萨拉特 右边中场是福尔 左边中场是奥斯卡 后腰用的是迪奥迪 然后后防线吧 蒙哥拉和奥特华 然后替补里应该还有雷米 反正就是英超这几个人就是轮着上吧 碰到第1对手呢 队伍数值也不是很高 只有77 4411是一套应该是 美国大联盟的阵容吧 或者是美国大联盟阵容加美国队员的一套阵容 第1 敢这么建队伍的一般应该 我感觉应该很强 然后开场呢 他也是一直在围攻我 邓武赛拿到一次射门的机会 可是最后这射门实在是太偏了 22分钟 还是他在边路渗透 最后做了死路 到了底线 还是选择了川中 还被邓武西抢到了 最后但是没有顶进 24分钟 我们达到了反击的机会 福尔传统给中路约维迪西一个甲扣 摁了一下加速 人家不应该摁的 人家加速本来是希望能提高射门力量的 结果这个和门接上距离也占太近了 这个球是很险了 最后福尔还是把球点回来了 约维迪西在中场控制好球 然后看见萨拉特要球了 然后一个死路的1-0 这个球萨拉特跑位是非常不错的 主要是我们没有很着急 一直在这个等待机会 萨拉特一开始越位 然后又回来了 然后他们两个 这个后卫呢 没有人在防守他 他正好站在这个中间这个 空档的区域 这个球进呢 也还是很轻松的 布瓦德利 最后还是传给他中路卡卡 我们的一下铲球啊 被他骗过去啊 但他射门还是仍然没有进 我们又是反击的机会 约维迪西只塞给 萨拉特直接塞给约维迪西一个 马克里斯敏 然后 打圆脚 约维迪西射门真的非常好 然后这个球我觉得也是很漂亮 他应该也是很着急了 要不然这个SQ慕斯到了这个高级别过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正好把他晃过了 他这个 估计心情郁闷直接的退出了比赛 我们终于拿到了第1的第一场胜利 然后这场比赛他十分比我多 但是呢 我的这个设政的次数他比他多一些 还OK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稍微换一下阵容 没有 我中间可能踢了别的比赛了 所以这个 换回来呢 还是这套阵容 然后呢 前面用了坎贝拉 不是前面了 前用的坎贝拉 前锋是巴尔特利和约维迪西 这两个人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约维迪西 然后碰上对手呢 四三二一 然后是一套一甲的阵容 还不错啦 但是我没想到他前锋敢用拖地啊 拖地 这个 虽然 数值很高 但是速度很慢 身体也不强啊 然后SQ慕斯只有三颗性吧 他 我觉得他用他有可能是向他致敬的意思吧 开场第7分钟 巴尔特利一个甲扣黄海角度啊 就帮助我们取得了领先 巴尔特利还是很好找的 他这个鞋跟顿比亚一样 一双红一双蓝 所以在这个球场上非常明显 Ford直三 Ford踢这个位置踢的还是不错的 第8分钟 就是 我接完球之后他直接开球 他也没有特别着急 倒到了边路 我们这个4212的2啊 边上没什么人 尤其是刚开始 我得控制过怎么样 他也没做什么假动作 直接就笨底线了 还是被他顶到了 差一点点就就这个就进了 11分钟 还是他在控制球在中场 德罗西直接一脚直塞 我本来是以为给科罗拉多的 没想到这个球到拖地的脚下 一个甲扣黄海角度啊 还是进了 这个球也是 很漂亮的 拖地速度 相对来说慢一些 我估计他传的时候是不是也想给传给这个 科罗拉多 估计也无所谓了 我们这个 近距离一片混乱 39分钟 我们 开这个 首包球 坎培拉伊克曼克斯敏 就到中路 这个球非常漂亮 但是我当时船的时候呢 也是没有办法了 是我们角度太小 要是短船给前 约维地齐呢 肯定被挡下 所以直接坐了脚 L1加长船的这个 船前点的这个船中 没想到巴克里直接抽 有凌空啊 非常漂亮 一个球 上半场接受之前 我们永远还有机会 坎培入场拿球 再传回给边路 约维地齐 前后没什么人 正好传回给巴勒特利 这球还是到了巴勒特利脚下 可惜这个 被这个后卫还是点了一下 不然如果这个球进了的话呢 就很保险了 下半场我们 仍然打他的反击约维地齐控好球 哎呀被断掉了 又断回来了 再传回给坎培拉 回到中路 思路约维地齐 可惜这个约维地齐跑的还是有些慢 传早了 奥斯卡 一个scooter 左脚上门 可以再往前带 当时还是很 还是紧张了 所以就直接起脚了 有些远 被门这样铺住了 80分钟 拖地一个假扣 运发队员 几乎是单刀啊 可惜他最后选择了远射 有些可惜 90分钟 又是跨了到多 在我们进去前做body fit 所以要穿着我们大脚解围 可惜呢 没有我们的队员 仍然是他拿到这个球 我们把球断下来了 又回去了 最后呢 判了一个直接任意球 非常 紧张啊 刚才那个球怎么会是犯规呢 我也不明白 因为他正对着我吧 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 就是抢劫球 最后还是选择了短传 在传中 王农华还是把这个球大脚解围了 90分钟了 能不能把这场比赛 胜利偷下来 富尔 这会儿我们把球控制住了 再传 啊 终于结束了 当时站在是非常紧张 他有中场结束之前有不少机会 不过我们还是赢下了这场比赛 2比1 巴特利第2球 进的真的是 近期进的比较漂亮一个球啊 直接抽凌空 又赶上巴特利表现好的一场比赛 然后呢 现在击6分 踢了两场 感觉还不错 对手是强一些 但是我感觉 我的防守好像 也在 慢慢的进步 不像这个刚升上第1的时候 踢的那么糟糕了 那我们就换了一下阵容 然后前方换到了拉米 然后萨拉特也上来了 总用了维尔西尔 用了 邓贝来 邓贝来 就是比利时啊 比利时那个邓贝来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速度也很快 身体很壮 然后四颗星的 后面的马蒂奇 德姆莱提那个位置也是不错的 然后 这场比赛可能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后期后面的比赛 我踢过一场 他他表现还是不错的 然后碰上对手呢 521 卡普3很低 只有68 但是这个阵容非常强啊 而且左边又顶着这个 鲁伊斯 我最讨厌这个人 然后右边贝尔 前面大伊布 中场伊涅斯塔和苏亚雷兹 这个哥们 看他的中场也没有什么 就是防守行动 后卫嘛 但是他这个个人这个防守操控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感觉出来他这个 继比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防守的意识非常好 肯定这个比赛没有少踢 然后刚才 差一点就被抽零攻了 但是我们做叫思路呢 他出门将了 我这个非法事务力很少 踢到高级别之后 很少见人出门将啊 同一次这个 看一个哥们出门将 我们尝试要挑射 雷米还是外球挑进了 很漂亮一个球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选择的出门将 而且他后卫 离着我也不是很远吧 很有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1-0领先了 30分钟我们仍然还有机会打他的粉机 萨拉特共好球一个包肉 躲开这个上枪队员 你看前面没有什么机会之后再传回来 还是在倒脚啊 最后还是直塞给了巴特利 还直接选脚射门 因为周围有差不多三个黄奥旅员了 所以还是 只是懵了一脚了 然后这个球丢的真是非常郁闷 而且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 然后 他这个 大家看一下 其实是我们门将 碰到这个球 然后站起来的时候 他脚后把球 就磕进去了 非常郁闷 然后下面他刚开始 他进了一个球之后 我觉得心态肯定是有变化的 他就是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着急了 不像上半场出球很着急 我这个反而起来相对容易 因为 因为他出球比较急 这会儿他也开始倒脚了 上脚远射 我们还是把这个球扑出来 但是呢 这个球还是在他的手里 也是在我们的半场 发截半球 卢伊兹 再穿给中路 殷尼斯塔 然后 斯瓦雷兹和 伊布拉西 伊布拉西莫 一起做二国一 然后我们解围呢 还是没有解下来 这个球还在他的脚下 差不多从下面场到开始 我们就没拿到个球 鲁伊兹断了一下 没有断道 结果斯瓦给伊布拉西莫维奇 开始把这个球抽进了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下面场 第一个球如果要是不进的话 下面场他可能不会踢的这么耐心 我们守起来也很容易 所以有时候这个 运气还是很重要的 又是巴兰特利挑战给维米 他还是打掉解围了 就点回来 拉利奇 给萨拉特 没有人 我们看看能不能干些什么 最后还是选择 横传给巴特利 他这个球没有进啊 进了就好了 真的是 很奇怪有时候 又是维尔西尔 没有什么机会碰好球 这会儿呢 他又一个后围应该是 丢掉位置了吧 我们还是思路给了拉米 他又出门将了 虽然这是个投球啊 但我射门的时候 还是点着挑战那个 L1键 所以这个投球没有什么力量 顶个弧线 但是还是进了把比分搬成了2比2 我觉得他这个 毕竟这个后方线人少了 这个他防守都要靠自己的这个 调控和控制 我觉得时间长了 应该他精神也不是太集中有一些累 所以刚才那个球 应该是他防守的失误 但是这个球也是 又是这样 又是我们后面拿着球 被他前锋顶下去了 然后得到一次单道的机会 但是他没有进 不过的 81分钟 我们反击有一次机会 萨拉特传给远端的威尔西尔 缓过 这名 扑上来的队员 然后拉米一个角色磕球 再甩开一个方向队员 向这个进去跑去 我觉得他射门不错 所以我尝试一脚大力射门 没想到感染他的左脚 滴的好偏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比赛快结束了 体能也不好了 这脚射门也是没有进 不过呢 平了也是能接受了 毕竟他有 有一次绝对的机会打在力柱上 目前为止呢 我们踢了三场比赛 两胜一平 还是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且队伍又不是很强了 所以 还OK 我们下期应该还是继续D1的比赛 这期的节目呢 应该就到这里了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